玛利亚是一个腼腆害羞的中学生,经常被人欺负 她唯一的朋友是一个叫莉莉的女孩 一天晚上,玛利亚洗澡后发现镜子里面另外一个自己,正在诡异地看着她 她吓坏了,第二天早上,玛利亚的父亲却责怪玛利亚没有好好收拾自己 看起来非常疲倦 玛利亚想要告诉父亲,但还是忍住了 毕竟事情如此匪夷所思 在学校里,玛利亚再次被班上的同学小强,故意绊倒在地上 莉莉的男朋友小恩主动扶了玛利亚起来 还仗义直言,帮受了欺负的玛利亚出气 晚上,玛利亚听到镜中人的呼唤 带着害怕和好奇打开了浴室的门 站到镜子面前,镜中人告诉玛利亚她叫艾兰 她知道玛利亚心中所想,能够帮助玛利亚 早上,受到了艾兰的安抚,玛利亚今天的精神状态非常好 并答应了父亲参加原本不想去的寒假舞会 这天下午,玛利亚早早地就到父亲工作的医院 想要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可没想到看到了父亲和一个女病人,暧昧不清 在回家的路上还撞见了经常欺负她的小强 玛利亚硬着头皮和小强打了招呼 父亲认为玛利亚是因为外貌不够漂亮才会自卑不爱交流 父亲为玛利亚准备的成人礼就是为她整容 但玛利亚并不开心 晚上,玛利亚再一次找艾兰聊天 这次玛利亚和艾兰聊得很开心 琢磨到了,在一个老旧的俱乐部 莉莉将玛利亚划兵 可是莉莉因为觉得男朋友对玛利亚过于关心 把摔倒了的玛利亚丢在了一边,不理睬 这一切让玛利亚非常伤心 艾兰蛊惑玛利亚接受她的帮助 却被玛利亚的妈妈打断了 之后玛利亚在妈妈的打扮下准备参加舞会 可是玛利亚根本不会溜冰 这时,小安温柔地牵着玛利亚的手叫她溜冰 玛利亚非常享受和小安在溜冰场上的二人世界 可是玛利亚看到莉莉来了后 一阵心虚摔了一跤 被摔到了小强面前 小强装作好心向玛利亚伸手 可是小强抓住玛利亚的手后 就一直拖着在地上的玛利亚向前滑 所有人都在嘲笑 悲痛欲觉得玛利亚就这样离开了舞会 回到家,玛利亚焦急地寻找着艾兰 渴望得到艾兰的帮助 之后玛利亚和艾米嘴巴对嘴巴 手掌对手掌的接触后 玛利亚性情大变 丢弃了以前喜欢的娃娃 抽上了香烟 第二天,玛利亚一改往日的腼腆和自卑 回到学校 她不仅反过来戏弄了平时欺负她的小强 还再一次约莉莉叫她滑冰 之后,玛利亚来到父亲的诊所 她偷偷打电话给父亲和暧昧不清的女患者 下午一点过来会诊 还让故事通知妈妈一点过来诊容所 妈妈和女患者撞个正着 隐隐约约知道这个女人和自己老公关系匪浅 回到家后 妈妈当着玛利亚的面悲伤地哭了 可玛利亚并没有因此安慰妈妈 相反,她语言讽刺地说父亲已经厌倦她了 原来,真正的玛利亚成了尽忠人 艾兰和玛利亚的关系互换了 而艾兰所谓的帮助就是教训一切伤害过玛利亚的人 艾兰的报复行动很快就开始了 先是在浴室用溜溜球棍敲断小强的腿 之后,艾兰和莉莉一起来到当初的那个溜冰场 艾兰在溜冰场上追逐莉莉 莉莉不服输越溜越快 最终导致失误 直接撞到围栏上当场死亡 之后,玛利亚哭着对艾兰说不要这样 想让艾兰回到镜子中的世界 可是艾兰不以为意 莉莉的葬礼,艾兰看到了消息 湘恩给了她一个安慰的拥抱 晚上,玛利亚约见了小恩 并不断语言诱惑 最终如愿以偿和湘恩发生了关系 之后,艾兰变本加厉 在上课日带着肖恩逃课去了旅店 这时,警察却想要对莉莉的死 再进一番进行调查 肖恩主动配合 而艾兰认为肖恩仍记挂着莉莉 两人起了争执 艾兰一怒之下直接杀死了肖恩 之后,艾兰还找到了父亲 这次,艾兰要为自己复仇 当年妈妈生下两个孩子 一个是玛利亚 一个是畸形儿艾兰 艾兰被父亲残忍地丢弃在雪地里活活冻死 她抄起手术刀,一刀了结了父亲 故事的最后 身心疲惫的艾兰躺进母亲的怀抱 电影在现实世界和镜中世界 来回切换中结束 不一样的电影,不一样的我 良品电影一直等你哦